欢迎大家呀继续收听老杨为您播讲的东北的那些怪谈和邪乎事 这几天这个老杨工作特别忙有点最感冒 今天的嗓子其实特别的哑 这不太适合给大家录书 但是老不更新的还对不起各位 尤其这一天有好多的朋友在打赏老杨的作品啊 感谢支持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的 这次呢老杨继续为您播讲 如果这个播的这个哪听着不舒服啊 您别挑理多做自我批评啊 这个咱们精彩啊 继续 上文说到周叔为了帮助血湖白玉京争龙头 与二愣一曲啊去碧霞洞扛把子 这舍天皇相助 两人去到后却发现久久不见其身影 后打开香囊欲让其正主现身 大将军持续没多久 二愣就告诉周叔正主来了 周叔身子猛的一阵 啊在哪啊我咋没看到啊 二愣左右看了看 藏着的过去是不知道咱是啥人呢 接着二愣让周叔把香囊放在地上 然后对四周喊他 说先生 白先生让我告诉你啊 他那里闹了鼠塞 请你过去帮忙 这事白先生给的信物 不信呢 您大可以验证一番啊 说着二愣把香囊放在了雪地上 然后带着周叔后退几步 接着周叔就看见从侧方 窜出了一道黄色的身影 待他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是只家大号的猫啊 不过啊 这猫跟家猫可不一样啊 体积啊要大得多 一身的豹稳 耳朵尖上长着 哎 这耸立着深色的丛毛 还夹杂着几根白毛 就像啊戏剧中 这武将头盔上的鳞子 此时啊 正站在香囊前 与朱叔还有阿尔愣啊 对视 咋一看啊 跟一头这个叙事待罚的豹子似的 阿尔愣之前说过 舍天皇可能啊 是只山猫 估计就是眼前这只了 于是周叔赶紧说 哦 我们没有恶意啊 白先生 因为不能离开那个地方 所以才让我们来向您报信了 那只山猫啊 警惕的看了二人一眼 然后闻了闻香囊 随之叼在嘴里 身子一跃 就跳到了树上 跳到树上的山猫 发出了一声吼叫 并不是传统假猫的叫声 而是跟着啊 抱死老虎一类的猛琴 还有些类似啊 不过 更加低沉 叫声 没持续多久 周叔就感觉 周围明显有些不一样啊 一些小型动物 就像是发掘到了什么危险似的乱窜 紧随其后 从各个地方 又涌出大大小小几十只山猫 后出现的山猫 在舍天皇的带领下 往周叔他们来的地方窜了出去 二愣赶紧拉着周叔说 不能等了 咱们要赶紧下山 那边待会就要打起来了 周叔不明白 二愣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反应 就问他 不至于吧 动物之间争斗 不是很正常吗 还能伤到咱们不成啊 说着周叔 还拍了拍怀里的猎香 是也二愣 不用过意担心 二愣骂了一句 你值得个别毒了 那东西能是一般动物吗 一般动物 会给你托梦 让你搬救兵吗 周叔本来是想去观战的 想看看 他们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 可二愣一脸严肃 直接的拒绝了他 最后二人值得下山 回屯子了 出了深山 俩人在外山的临时屋 又待了两天 这两天山里面很乱 经常的在半夜 能听到不知名的野兽吼叫 甚至还看到了几头发怒的野猪 就连本来冬眠的熊瞎子也醒了过来 醒过来的熊瞎子 不知道为什么进了一次深山 等他从深山回来 身上到处都是伤痕呢 周叔这才感觉事情发展的 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剩下分散出去 冬猎的人也都回来了 他们说山里边 不知道咋回事 突然就变乱了 一些不常见的动物都出来了 二愣 把他们经历的事情说了出来 刘一枪啊 满脸后怕的说 完了完了 你们咋拿个糊涂 这仙家大家 咱们凡人怎么能够插手啊 这下好了 搞得山都乱了 还不知道 要牵扯多少东西啊 周叔问刘一枪 到底咋回事 刘一枪说 你们只晓得 那白玉精有朋友 难道那鼠精 就没朋友吗 这朋友连朋友的 山里要乱了 走 别耽搁 赶紧回囤子里再想办法 二愣让众人赶紧收拾东西 收拾完一行人 立马就下了山 下山的时候 气氛很凝重 就连一向 能聊的周叔 也是沉默不言 等他们快到了山下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脚下一阵震动 震动的牵连山顶的雪崩 还好啊 他们跑得快 不然都要被活埋在鸡血里边了 回到屯子里 大家就把这事 跟老人说了 屯子里的老人 也都是惊恐的不得了啊 刘一枪说 这要是那鼠精赢了还好 要是输了 这批账啊 就会算到咱们身上啊 周叔听后说 不至于吧 他又没见到我本 怎么会知道咱们帮的白玉精啊 刘一枪摇头说 那畜生能耐的 他那会儿被白玉精纠缠着 没时间理会你们 等他输了 自然会把气 撒在屯子里的人的身上 话说到这里 周叔也知道自己 确实干了一件蠢事啊 心里只能对不起白玉精 开始祈祷那些鼠精 能当上龙头 这样他可能还会网开一面 可谁都没想到 几天后咱家在屯子口 发现了好些 已经死了的袍子 香蟑还有鹿 甚至还有几头体格 巨大的野猪 它们好像是被什么洞给咬死的 脖子上还有两个洞 从天而降的食物 让周叔是喜上没烧啊 这些东西 够全屯子的人呢 好好过个洞的 可二愣 却愁眉苦脸的说 吃一下 真玩犊子了 周叔问怎么了 二愣说 这东西估计是白玉精 送过来报恩的 那鼠精啊 肯定是输了呀 后面周叔 果然在一只袍子身上 发现了一小撮 纯白色的发毛 上面还带着骚气 跟之前白玉精给的毛发 是一模一样啊 那几天 屯子里的人是整日提心吊胆 生怕鼠精过来找麻烦 不过还好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就当大家以为 鼠精在蒸棱头的过程中 被雪狐咬死了的时候 屯子里 却死了人 当时屯子里 诱惑人家 男主人叫大壮 大壮婆娘啊 叫翠花 上次大壮 本来是要跟周叔他们一起 金山东列的 因为翠花还孕 所以就没能去城 当时这吻婆啊 说翠花差不多 是敢在大雪 封山前生孩子 所以他就留在了家里 照顾婆娘 这屯子里天丁啊 本来是件好事 证明当地啊 人丁兴旺 可正当周叔他们 给将要诞生的孩子 准备流水洗食 却听说桂花 死了 是被猫给挠死的 大壮说 那几天家里的猫 不知道发什么疯 见到翠花啊 就挠 就跟见到了仇人似的 把翠花 脸是挠破了好几次 后来 怕再伤到翠花 大壮就把猫 给赶走了 可谁都没有想到 有天中午 翠花吃完饭 说困了想睡觉 就一个人回房间去了 翠花那一次 一直在房间睡的下午 大壮还以为 她是怀孕 试睡 可等到吃晚饭的时候 去叫翠花 刚打开门呢 眼前的一切 让她是悲痛欲绝呀 大壮说 她打开门 就看着翠花在床上躺着 床上到处都是血 她赶忙跑过去看 那时候翠花已经死了 肚皮被猫给挠脱了 肠子什么的都被拽了出来 几只野猫 正在撕咬着咬 后边给翠花下葬 因为当地啊 有规矩 腹中有子而死的女人 怨气重 必须要把肚子里的胎儿 拿出来进行超度 再另选其他地方下葬 可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翠花肚子里并没有孩子 或者说她怀的不是人胎 而是一窝老鼠 当时囤子里的人吓坏了 都说这是属经的报复啊 然而这事情还不算完 当晚囤子里有人开仓放粮 发现竟然从粮仓里边 涌出来密密麻麻 数一数不尽的老鼠 远远望去 那些老鼠就跟黑色的浪潮一样 粮仓打开的瞬间 是四处逃窜 见人就咬 一口去咬下的地方 甚至都能看到骨头 整个囤子响彻一夜的暑叫声啊 第二天早上 囤子里是哭声一片啊 一位粮仓囤鸡的粮食 都被老鼠偷吃完了 有几条猎狗也都被咬死了 还有几个孩子 耳朵 眼睛都被咬掉了 后边囤子里的人 围在一起商量对策 周叔说 这事说到底啊 还是一位白玉精 咱们去找他帮忙不就好了 毕竟不管怎么说 是咱们帮了他 他总不能过河猜桥吧 二愣叹了口气 找他也不一定有用 这个时候 估计他自己啊 都自身难保 二愣这话说的周叔 不明就里 可就在当晚 周叔做梦又梦到了白玉精 梦中 他让白玉精帮忙 消灭囤子里的鼠患 可白玉精 却十分歉意的说 周兄 不是在下不帮你 而是在下 实在无能为力啊 之前 我小看了那鼠精啊 没想到他竟然认识 那么多地方的龙头 不但我 自己受了伤 还连累了舍兄 他死了好些的 徒子徒孙啊 而我这边 现在正被 其他的龙头缠着 实在是分身乏属 不过最后白玉精 说派一些徒子徒孙下山帮忙 果然第二天 屯子里就出现了好多雪狐 那些雪狐也不怕人 真逮老鼠咬 一口咬死一个 不一会儿 屯子里地上 就布满了老鼠的尸体 同雪狐一起下山的 还有十几只山猫 那些山猫 比雪狐还厉害 一爪子就能把一只老鼠 给摁死 而且速度极快 一时间吓得 剩下那些老鼠啊 都不敢轻易露头了 不过 这也不是个办法 雪狐山猫 不可能一直待在屯子里 那些老鼠 终究还是会再次出现 危害屯子 而且这次来的老鼠 只是那些蜀精的 徒子徒孙 若是有天 那蜀精亲自来了屯子 岂不是要被它 给活活死 囤子里的人 深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那几日啊 愁得不得了啊 最后 一位老人说 或许 还有个办法 众人问什么办法 那老人说道 这深山里边 有位黄仙 据说 是在生龙园得到的 没得到之前 是龙我爷 坐下弟子 去请他帮忙 应该能够彻底解决 屯子里的鼠患啊 周叔 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可他也知道 那些仙家 是脾气古怪 绝不会 无缘无故的 就帮人做事 如果 就这么去请那位黄仙 估计 最后也是煞雨而归啊 可那位老人却说 放心 你们去了 只要说你是刘庆元的后人就行 他会帮你们的 于是 为了消灭屯子里的鼠患 周叔与二愣 准备第三次进山 请皇仙 好的听众朋友们啊 这故事越来越有意思了 这个往后牵连出这些仙家啊 是越来越多了 好 下集的时候 咱们看看 这请皇仙是一个什么梗 好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很精彩 下集啊 一样精彩积蓄 可以的话 把故事分享给你的朋友 说不定 他也爱听呢 支持老杨 关注精彩的故事 东北人的故事 东北人 说给 全世界听 好的 听众朋友们 下集 再见 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感谢您收听 老杨为您播讲的那些 东北的邪乎事 这几天工作太忙了 这个没有为大家录音 在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深表抱歉 而且这感冒挺严重的啊 这个 今天 我尽全力为大家录制 咱们接着啊 上回的蜀患的故事 我下说 上文说道 为了解决 囤子里的蜀祸 周叔和尔愣 决定第三次进山 请黄仙 周叔 虽然不是 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可他当时 到东北插队 也有好几年了 关于东北武仙的故事 他听过不少啊 但无以例外 故事中武仙的脾气 都是很古怪的 这其中啊 特别是黄仙 黄仙是武仙中脾气最古怪的 平日里爱凑个热闹 性子很急 只要一句话不对啊 他马上就会翻脸 喜欢游山玩水 上地马身呢 也是一刻都不会闲着 没有一点老实气 更何况 是深山传闻中 在龙王爷脚下 得到的黄仙 这怎么可能啊 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请得到啊 周叔把自己担心的地方说了出来 万一到时候 没请到黄仙 再被他一耍一番 可就不好了 纵所周知啊 黄仙是武仙中 最喜欢戏弄人的 他的脾气 阴晴不定 做什么事 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 冒昧打扰 谁都不知道 会有什么后果 屯子里的老人啊 告诉周叔不用担心 因为这黄仙 跟屯子有关 说起这个黄仙 就不得不提起 刘庆元 这刘庆元 可不是一般人 他自有家境贫寒 随时百家饭长大的 后啊 被一道官收入了道门 据说晚清的时候 还进宫啊 见过末代的皇帝 刘庆元 天性洒脱 结交过不少陆临好汉 晚年准备归隐 却遭遇了抗日战争 国难当头 无言独善其身 便带着一帮子 狭义的好友 战场抗日 听人说 当年是在战场上 一手拿着枪 一手拿着枪 杀了不少的日本鬼子 后来负伤 被屯子里的人所救 伤好后 就在附近山林里 隐居了起来 屯子里的老儿说 那时候山里面 跟现在可不一样 那时候山里面 特别的乱 经常有大型的野兽下山 破坏耕田 或者是危害村民安全 因此 刘庆元 便制定了地方 扛把子的规矩 在山里面 划分出很多地盘 每个地盘 都有一个扛把子 地方扛把子 专门看管 地方野兽 制止 他们下山作乱 周叔听了以后 若有所思 也就是说 这山里面 很多规矩 都是当年 刘庆元 定下来的 二愣点了点头 没错 我小时候 听老人说过 这刘庆元呢 为了让屯子里的村民 和山上的野兽 和平共处 就去找 生龙渊的龙王爷谈判 共同制定了 很多规矩 屯子里的人 和山上的野兽 都要遵守 唉 但前两天 因为一时糊涂 这规矩啊 被我们给破坏了 所以现在 遭到了他们的 疯狂报复 那这跟 请黄仙 有什么关系呢 周叔问他 今儿这黄仙呢 是刘庆元 引荐给龙王爷的 可以说 他之所以能得到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 是成了这刘庆元的情啊 周叔虽然感觉 这话有些扯乎 可眼下 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值得收拾好东西 跟二浪一起进山 第三次进山 变得更加不易啊 因为前两次 大雪已经很深了 这次走在山路上 很多地方甚至 能直接摸过小腿 两人行动 变得格外的艰难 下午的时候 两人到了雷石屋 二龙仰头看了看天气 列为思索后 自尔晚上 恐怕不能休息了 我们要赶在大雪封山前 找到黄仙 不然可就麻烦了 很少有人 能在大雪封山的天气中 分清方向 就少二愣也不行 周叔也知道 大雪封山意味着什么 两人在临时屋 吃点干粮 略加休息后 便入了深山 这一次入深山 周叔感觉格外心慌啊 山里边很惊 上一次来 还能看见不少动物 这一次 走了好半天 就连吃野鸡都看不到 整个山林啊 都被寂静重斥 好像是在酝酿 什么了不得的风暴 办上后 周叔实在受过了 周围沉重的气氛 便找了个话题 问二愣 这山里边 真的有龙王爷吗 行事光这么赶路 着实无聊 二四 二愣 这次倒没有敷衍了失 哎 这龙王爷 是真是假 我也不幸中 不过 从小听 囤子里的老人 这么讲罢了 哎 但据说呀 以前倒是 有人七眼见过呀 二愣说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当地连续下了半个多月的大雨 山上的河呀 湖啊 都涨满了 浑黄的河水 带着响声往山下流啊 那场景着实 让人恐惧 眼见水位线 越长越高 天上的雨 却一直下个不停 再这么下去去 势必啊 造成山体滑坡 于是囤子里的人啊 都被迫搬离了 可就在搬离的那天夜里 山里边 不断传来轰隆隆的巨像 一开始大家以为啊 是有人爆破采石 便回去查看 寻至声音来到山上 竟然发现山上的河水逆流 河面上还露出一个 像树叉一样 打着鞋的东西 就是那树叉一样的东西 带动着河水逆流而上啊 后来不知道 谁喊了一说 那是龙脚 话音刚落 那脚啊 就沉入了水中 消失不见了 后来有人说 那是生龙渊的龙王爷 见水太大 不忍心让山里的动物 遭受了无往之灾 便施法 让河水逆流 同时 几天后当地的雨也停了 村民回到囤子里 发现水位开始回路 有那些不信的人呢 也都信了 二冷讲完就不吭声了 开始闷着头赶路 周术心里 倒霉多的感觉 全国各地流传太多 关于龙的故事了 故事中几乎都有人说 自己亲眼见过 听得多了 就只是把这当做一个故事而已 很少有人啊 放在心上 冬日里的电黑得早啊 狭窄的山路不好走 大雪盖住了路上 所有潜在的危险 因此 那时雪又开始下了起来 当时已经是深夜啊 视线不好 行动不便 周术建议二冷 要不要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等雪停了再走 二冷 环顾了四周 恐怕不行啊 没跟这附近扛把子打过交道 火燃在这过夜 可不咋安全啊 可当时周术已经快累贪了 喘着白茫茫的粗息说着 是深夜的老林里啊 能有什么安全的地方 要我说 咱们就在这休息得了 不然还没能找到黄仙啊 我就先嗝屁了 再说 不是还有大将军的吗 有啥动静 他会提醒我们的 二冷想了想 随后点头 行吧 不过今晚 咱俩要轮流手艳 不知道为啥 我这心里总觉得 不怎么踏实了 周术却不以为然说 要我说啊 你这就是典型的 被害妄想症 哪有那么危险啊 这天寒地冻啊 有条件 谁不愿意暖和呵呵的 在窝里待着 这家伙出来 多造罪啊 周术说的也不无道理啊 这时候该冬眠的都冬眠了 没有冬眠的 也都窝在窝里窝着 山里边的畜生 可比人会享受多了 尽管如此 可二楼心里 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 不对 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 后边周术 跟二龙在附近 发现了一座破庙 虽然破 不过好在还能遮风挡雨 在当时 可谓是一个完美的避难所 听二龙说 这个破庙 应该是个山神庙 估计是因为 多年没人供奉 所以现在才变得破落了 不过奇怪的是 这庙里边并没有 被宿的神像 反而有一些凌乱的 瓶瓶罐罐 来的时候为了遇寒啊 周术专门装了一壶酒 进到山门里 坐在地上 猛灌了几口 随后递给了二龙 示意他也喝好几口 暖和一下身子 前半夜 周术睡觉 二龙守夜 刚开始啊 二龙一直保持着精神力 高度集中 后来发现 这大将军没有一点异样 就是想着 是不是自己多虑了 于是便渐渐放下了戒备 快到后半夜的时候 二龙尿急 准备出门撒泡尿回来 换周术手 可刚打开门 二龙就扔住了 借着月光 他看到门口 竟然凭空出现了一双硕大的脚衣 二龙当时是浑身一震的 赶紧回去吧 周术叫醒 周术醒来看到门外的脚衣 也是一机灵 从脚门 一直讨的脑壳啊 不过俩人都知道 这陌生的深山最忌讳自乱阵交 周术冷静起来 会不会是野人呢 门口那双脚印跟人的差不多 但比人的要大两倍以上 周术以前听说过 很多关于野人的故事 都说一些人际罕石的深山啊 常有野人出没 二龙却十分肯定的摇头 绝对不是啊 你看 这脚印那么大 可你再看这脚印的深度 是不是也太浅了点 如果是野人 那么脚印应该会很深才对 可是现在雪地 只剩下了不到三厘米 这我感觉肯定啊 这绝对不是野人流下的 听了二龙的判断 周术感觉自己的猜测 确实有些说不通啊 但一时又想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 就随口说道 那会是啥东西啊 总不能是咱们见鬼了吧 周术刚说完 发现旁边二龙脑门上 竟然冒出了一层细汗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二龙拉着他 那胳膊就往庙外边跑 一句话一不说 直到实在跑不动了 脸儿才赶紧停了下来 停下来后 不等周术问 二龙焦急的说 完了完了 咱们刚才是进错庙了 周术问他咋回事 二龙一脸懊恼的说 都怪我呀 我以为那是山神庙 可我忘了 这山里还有座阴庙 咱们刚才就是错进了银庙 那庙外边的脚印 怕呀 就是那鬼魂流下来的 银庙 古名思义 就是专门祭拜 阴魂的庙 古时候的人 因为担心孤魂野鬼 无人祭祀 而为祸人间 所以为他们盖小词 一种 经过长时间的演变 就成了银庙 银庙里边 一般都会设立 纳古塔 纳古尖等 用来放置 无主的骨骸 平时啊 都是 中门绳索 只有到七月鬼节的时候 才会开放 二龙说 这座银庙 是抗日的时候 囤子里的人建的 里边放的都是一些 战死的人的骸骨 后来抗战结束 这座银庙 就荒废为人管了 以前只是听 囤子里的人说过 具体在哪儿 没人清楚 要不是刚听 周淑说起来 见鬼了 他也想不起来啊 而且据说 阴魂是有重量的 虽然 微呼吸微 可能 就是这庙外边的脚印 为什么那么大 却那么浅的原因 不然真是要是什么东西 在雪地里待一段时间 就算他再怎么小心 也会留下了一些痕迹 可当时 庙外 除了那个奇怪的脚印外 其他什么痕迹都没有 周淑被风一吹 感觉浑身都在发抖啊 那 现在怎么办 咱们不会有啥危险吗 阿尔冷思索这要头 我也不知道 听人说 错进银庙 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具体是什么事 还没人知道 因为 不会有人煽起银庙 周淑灌了几口酒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刚才跑得太急 现在是浑身酸痛啊 阿尔冷接过周湖的酒湖 刚准备喝 却突然停了下来 坏了 大将军没跟上来啊 山里人 对猎狗的感情是很重的 在他根本看来 对方不只是条狗啊 更是一个忠实可告的伙伴 所以当发现大将军不见了 阿尔冷立马端起枪就往回折 周淑知道 拦不住 就跟着阿尔冷一起往回返 可是还没走多远 阿尔冷又停了下来 此时地上有一串爪音 是梅花状的爪音 神的娘的要命啊 阿尔冷骂了一声 周湖看到地上 爪音也是下得不轻啊 他知道这是狼爪音啊 现在该怎么办 还回去找大将军吗 算了 大将军找不到咱们 他会自己先下山的 问题是我们现在情况 不怎么乐观呢 咱们被狼给盯上了 周湖问道 有些不敢相信 在这深山老林 被狼给盯上 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要知道狼 可都是群居动物啊 阿尔冷叹口气 孤狼还好 就怕是盯烧了呢 只要是盯烧了 待会咱们可能 还有场恶仗要打呀 阿尔冷说这话 完全是安慰自己 孤狼哪有那么常见呢 就跟之前在万山见到 那只被捕兽甲困住的孤狼一样 一旦离开狼群 很快就会生存不下去啊 而盯烧狼 自是狼群中 咱们负责盯烧的 当他盯上之后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 将他打死 那么很快 你将面临的是狼群的包围 老虎 敢惹凶瞎子 逼急了 也敢向野猪动手 但是他绝对不会轻易打狼群的主意 而且有时候自己的猎物 还会被狼群给抢走 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很快 第一只狼 就从林剑子里的雪地穿了出来 紧接着 周围又出现了一只又一只狼 在投狼的带领下 狼群称圆形 将周叔和二郎 包围了 啊 好的听众朋友们 这黄仙没找着啊 这把这些狼群惹上了 这俩也够倒霉的 这嗓子虽然有点哑 但是尽全力了 给大家录了 录之不易 感谢大家的收听 可以的话 各位小主 打上一下哦 老杨 谢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听